小姑娘你好嗎 站在路邊在幹嘛 我的手中有一枝花 話說應該屬於她 意大利 其實你們剛剛也有稍微聊到 就是還蠻喜歡在文字上 會有一些想法 比如說像剛剛那個 荷爾蒙爆炸 也是類似像這樣 像夜來夜香也是這樣 悲情男子也是 真正 我們待會ending的時候 會播到這首歌 所以單純這首歌就 就是 就是要來整我們就對了 是這樣嗎 是這樣嗎 也不算啦 對 這首歌是 宇宙人裡面算是 第一首抒情歌 對對對 對 第一首抒情歌 在創作的過程當中 對對對 所以 但是我們又不想要是 那樣的抒情 就是 一般流行歌這樣 這麼的抒情這樣 然後 因為也是很有節奏感 那我就想要讓歌名有點好玩 所以我就把它取越來越像 可是其實我第一次看到這四個字 用文字的方式排在一起 看起來還蠻美的啊 對其實 那個交叉交叉的感覺還蠻漂亮的 對不對 是啊 想要你的身體 不要你的花圈 你們對自己 有什麼樣的期許 會不會有壓力 因為現在大家對你們的 口碑也好 評價也好 期待也好都很高喔 我們讓胃胖來講一下好了 正經的都好像歸到胃胖講齁 對 因為他平常就是個正經的人 喔 了解 來 今天說第一個黃喔 胃胖來說 已經說好多次了 像 我是鼓手胃胖 那宇宙人的話就是 活來當下吧 沒什麼好說的 對啊 你管太多 也是那樣 那樣 其實不要想嘛對不對 該做的 因為專輯已經做出來了 然後接下來就是 努力的去表演 努力的讓大家聽見 然後去告訴大家 你們為什麼要 做這樣子的一些音樂出來 這樣子 對不對 是 悲情男子 但是有人 他其實真正的意思是 背著情到處走 就覺得很後悔我 我那時候為什麼要學琴 我學吉他不好嗎 像鼓手 胃胖只要拿個鼓棒就好 都好 因為每次表演場合 都一定會有鼓 是這樣來的嗎 呃 就是要講到第一代的團員 跟我無關 這首歌 請小鈺 欸打獎好了啦 欸他都沒講話 對啊 有機會嘛 在那邊耍帥 因為悲情男子就是 第一代鼓手啊 打電團的時候 然後只帶一個鼓棒 然後不是胃胖 像胃胖現在很專業 都會帶很多鼓的東西這樣 帶給你快快 好 謝謝 好 那這時候 你拿那麼多錢 剛剛計程車之前還說 你沒有 不要爆料 不要爆料 然後就小鈺跟阿葵的時候 也就是 就是要 小鈺就背起步 然後阿葵又要 帶吉他跟效果器 然後又要自己搭車去這樣 那時候剛好他們兩個 也沒有女朋友 然後剛好鼓手呢 只帶鼓棒 然後又有女朋友 小鈺就覺得 他取名為悲情男子 對 因為我們不但背著琴 還很悲情 背情很長 背情男子 好笑不笑 擁有一張帥氣的臉龐 都是稀釋 會被野獸 都只是心裡的幻想 好笑